空置房屋,破碎玻璃窗,安靜得出現白燥星的蕭條街道 有一件事我一直沒有跟大家說 就是在2020年2月,我去了可能被譽為旅遊禁地之一的地方 就是福島縣極之接近核電廠事故的地帶 拍攝了很多珍貴片段,大約一直在我的記憶體內 今天我再拿出來回顧,帶大家一起走進這個禁忌之地 今天的體驗有點不同 就是因為我們會去福島拿著這部Radio Meter 這次可以真正體驗一下,拿著這部飛機去看福島的輻射 現在是東京,東京是0.08 看看現在我們出發去福島的三宗車程 之後會變成怎樣 為了讓大家更了解這個輻射探測儀的用法 我們就來看看香港環境加碼輻射水平 數值是以每小時計算的微希復特 以2022年3月11日早上10時的數字來看 觀塘是0.12,赤立角是0.14 而利用儀器探測到的東京水平大概是0.08 因應地區亦有差別 我們現在已經進入福島縣 現在這個位置大概是這個圖片裏面的最底部 Tidono Town 在沿途這條高速公路上 其實你會看到一些牌寫著放射性的指數有多高 現在是0.11幾 相對於剛才是東京 東京是0.07 而來的地方開始逐漸升高 應該會越來越高 你問我怕不怕 我也會有少少害怕 但也要看看吧 其實我自己這個人的好奇心比較大 大家去北韓、去Chernobyl 都是這樣去的 我們今天的行程 會去1、2、3、4、5這幾個點 中間地4的位置 其實紅色的位置 即是比較難回復的位置 它的指數聽說也有點高 我有上Twitter看過 有些專家在那裡經過的時候 這個META是不斷狂響的 隨著車開到越來越接近第一核電廠的所在地 我亦都看到數字開始上升 亦都開始看到一些 與輻射相關工作的設施 剛才那些人是做Screening的 在那個位置 做完事之後 政府會幫他們檢查身體有沒有問題 這份工作真的不容易做 這個系列 我會帶大家走入極之接近福島第一核電廠的地帶 包括浪江町 第一核電廠所在地的商業町 大紅町 富江町 和油業町 由於我是由東京出發 開車前往 所以會由最南邊的富江町進入 先短暫經過商業町和大紅町 再來到第一站的浪江町 很快就已經進入了粉紅色森外的第一個村屋 就是Tomioka Town 富江町 零點一二 每過幾年都會開始開放某些區域 比如我們身處這個地方 其實4年之後開放的 大部分的區域都依然還未解封 因為當時吹著海風朝向這個方向 西北邊全部受污染 所以暫時不能夠住任何人 這些區域只能夠開車 不能容許離開電單車 而且在車內和空氣外 空氣外的指數有點不同 這邊外面其實就是福島第一提電廠的位置 所以我現在身處這個町 名叫商業町和大學町 所影響最多的其中一個地方 但現在車內的指數都是0.17左右 外面的牌子寫著2.4 我這個標準已經急劇升高 是0.62了 63了 這裡真的很近 很近福度第一核田廠 為什麼會離開的 但其實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雖然大家不來也不要緊 聽我說 我現在沒有生命危險 過來這裡和大家分享 剛剛看到一個人站在高速公路工作 很厲害 天章是沒有人想的 但當地的居民都意識到 核田廠是有多恐怖 所以大部份的電力都已經用了太陽能發電 我看過很多雜誌和新聞 都說到福島的漁民真的很積極 很想去改善環境 這裡是他們居住過的家 所以大量興建很多太陽能發電板 這裡有多少太陽能發電板 看到嗎? 全部都是太陽能發電板 看到嗎?超多 現在我們在南米耶 南米耶 那裡有些黑色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其實有些屋子弄爛了 因為受污染的地方是要拆掉 剛剛的0.6%只出現了一瞬間 跌回到0.17% 就是比較低的指數 這個村莊是南米耶 浪江町 但其實也沒有太多居民 但就有很多人來工作幫忙清理 這個村落實在有很多東西 很可惜 現在真的什麼都沒有人住 很空虛 很荒蕪 真的沒有什麼人 其實這個村子已經可以開放給別人住了 但最主要是大家都已經在新的地方住了9年 有新的朋友圈子都不會回來 而且大家都會有擔憂 看見到新口這個字嗎? JR常盤線全線開通 下個月開始JR就可以到這個站了 所以大家其實真的可以輕易來到 現在在浪江站外面的 指數是0.15% 其實很有趣的是 我身後也有一間餐廳在開放 裡面有很多人在吃飯 雖然這個城市裡不是很多人 但我一直都看到有人的活動 即是有車經過 有人在工作等等 我身體有個標籤 0.211 我們這次的旅程 他說來了30次 哇 裡面都是很多垃圾 這個城市裡有很多標籤 庫瓦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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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 這個房子的業主需要再給土地稅給政府 但他當然不想給 而且不會回來再住 不如就給一筆錢解體了 那就自己住在另一個地方 重新生活 就是這樣 同昔日的照片對比之下 街道變得沒有生氣 房屋不見了 這個似乎是必須要接受的命運 人生中就是第一次來一個這麼清淨的小鎮 沒什麼人 九年以來都是這樣的樣子 建築物沒有改變過 建築物有點拆走了 但是建築物保留當年 九年前的模樣 在課室裡面還有一些家具 還沒搬走 不知道當年的學生 回來這裡有什麼感覺 在裡面還有一些學生的鞋 想不到一走就是六七八九年 都不能夠再回來 所以那些鞋一直都在 而且那些鞋已經受到污染了 這些黑色的袋 就是受到污染的物品 可能在這間屋裡面的傢俬 或者用品來的 就會收起來 放在這個位置 走一會兒之後 終於去到一個有人的地方 一個小小的商店設施 還有一座Ion的超市 看樣子都像是剛剛整出來 一個雜件 暫時搭建的 一個新的商店街 但沒有太多東西 有兩間餐廳 有一間餐廳 一間餐廳 一間餐廳 還有一間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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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在福島第一餐廳 進了餐廳之後 其實氣氛都挺正常 而且街上也有些人走 有些年輕人 甚至小朋友在那裡走 整個氣氛都不太緊張 可能我來之前自己很緊張 很純心 真的 那些食物挺好吃 想不到在這個區域 數字可以低到0.08-0.09 這個數字是剛才跟東京差不多 我們現在就要去海邊了 海邊這個區域 其實當年就是 全部都是水 海水 這裡全部都是浸 所以相反來說 現在是沒有房子的 這裡 還有很多工程 你看外面的窗 外面都是雜草 好冷 好大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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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說 前方四公里 就是福島第一核電廠 用六眼都勉強看到它的輪廓 這一刻 我真的沒有想過 原來我和核電廠之間的距離 這麼近 2011年前 這個地方就像這張相片 非常多房屋 而鏡頭之下的當下 卻都是一片荒地 即使是九年時間 亦無法令這片地重生 適合美麗的海邊小鎮 只能被棄置 海邊還有一間小學 浪江丁立請戶小學校 亦是被海嘯煙沫過的地方 破碎的玻璃桌 垂下的電線 塞滿通道的木櫃 看到這些畫面 天災歷歷在目 你看到這個鐘 這個鐘 數著3點43分 但那天的地震 2點40幾分發生 過了大概一小時後 海嘯就來 這個鐘就停在秒鐘 看著這學校的殘骸 有一種不知說什麼的感覺 你會想像到當時的慘況 水湧過來的恐怖 那種感覺很難受 雖然學校不能復活 但從2021年10月24日開始 這裡作為鎮災圍購 開訪參觀 警醒世人 如何面對天災 大家看到我身處的位置 全都是雜草 沿河一帶的土地都變成雜草 這牌就是當時浪江丁的小鎮 所失去的寶貴生命的命 3日地震失去了多達15900人的生命 而此523人依然失蹤 還有無數人受影響 這場日本史上最嚴重的天災之一 東日本大震災 不會被時間忘記 福島的禁地系列第二集 親身採訪受輻射影響的牧場 走到禁區邊緣商業町大紅町 想知道日本旅遊文化資訊 記得訂閱 Facebook專頁和IG 亦會每日更新日本最新的資訊 請密錯過 期待你的留言